韓國演藝圈疫情大拉警報 Ronnieman主持群既有在席確診康復後 京中國梁士餐也在近日接連中標 沒想到台客一天又再新增一例確診者 持續成11日上午正式感染新冠 經紀公司表示他已經打完兩劑疫苗 不過還是遭突破性感染 目前他除了些微頭痛之外 並沒有特別明顯症狀 目前依照政策進行自我隔離 而稍早哈哈也經傳居家檢測時是陽性 已接受PCR檢測 目前正在等待結果 Ronnieman在兩天內爆出4位成員確診 完全讓粉絲超級擔心 尤其宋志孝英對西藥過敏 一劑疫苗都沒打 另一邊的歌手界2AM趙全和Enhypen善于 也在同日傳來染疫消息 據悉趙全近日因身體感到些微異狀 有自發性的檢測 直到11日才確定中標 而2AM原先預定要在12、13日舉辦合體演唱會 也是他們睽違9年再度開場 如今遇上趙全染疫 活動也被迫取消 不曉得粉絲這次又要等多久 但還是希望他們能早日康復才好啊 字幕視頻 高峰